泰国政府为了振兴经济宣布 从11月1号开始 将允许包括英国、新加坡、德国、美国和中国等 10个低风险国家的旅客 只要完整接种疫苗 入境泰国就不需要隔离 泰国总理帕拉宇表示 只要国际旅客有完整接种疫苗证明 在出发前做过PCR 并且在抵达泰国之后 再做一次筛检就不需要隔离了 而开放的完整名单和细节 也将会在近期之内宣布 帕拉宇同时也感谢泰国的医疗人员 和各界的努力 让泰国可以逐步达成开放国境的目标 捷克总统齐曼 10号他入住医院 院方表示 齐曼是因为慢性病病发症 被送进了加护病房接受治疗 77岁的齐曼入院治疗 引起各界的关注 而捷克中央军医院发言人 就表示说 总统齐曼接受治疗后 目前的情况稳定 而齐曼原定要带领政界 进行选后组建新政府的谈判 但如果失去了履行职权的能力 以及组建政府相关的权利 未来这些工作将会转交给众议院议长 菲律宾海军日前采购的西北风三型防空飞弹在8号 运抵了苏比克湾国际机场 而这也是菲律宾军方首次获得了防空飞弹系统 而这一批防空飞弹将安装在飞弹巡防舰上 来强化菲律宾军队保卫领土能力以及海上战力 另外9月中旬刚上任的英国外交部主管亚洲事务的副部长米林 在8号也与菲律宾国防部长会面 双方重申两国互派常驻五官的意愿 米林也表示英国为了表达对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 希望未来能够在东南亚常态部署两艘巡逻舰 日韩焦点全面掌握 东亚局势全球关注 新时代的区域静和 台湾in or out 北周四晚间九点 环宇看东亚 带您探索东亚震惊脉脉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